112年地价税已经开征,缴纳税间从11月1日起至11月30日至 税务局表示,乡亲如有疑问,可打税单上承办人电话询问 缴纳方释出了可以拿地价税税单到银行金融机构或便利商店陷阱缴纳 也可以依照缴纳通知书上的缴纳来办理 同时也呼吁民众要在开征期间内缴纳以免受发 各位乡亲需要注意的就是地价税的缴纳期间 在112年11月1日起至11月30日至 记得在此期间拿地价税单到银行农会信用合作社等待收税款金融机构缴纳 除了这种缴纳方式外 政府为了方便民众缴纳税款提供多元的缴税管道 如可利用自动贵源机的转账缴税外 税额如果在3万元以下可以自便利商店缴税 也可以利用晶片金融卡信用卡透过网际网路或电话语音转账纳税 先议员林一如林如阳表示 每年的11月为地价税开征 如民众未收到缴纳通知书请记得一定要打电话向税务局询问 若有收到请一定要在11月30日以前来缴纳 每年的11月份呢是我们地价税的一个开征 要尤其在这买博用也提借到我们的乡亲 如果说我们没收到要记得 要记得更多等于跟我们的税管储来顺问 要来保单 如果我们有收到应该在过底之前 要来跟我们的金融机构 还是我们的7月来缴纳我们的一个税单 才不会说因为过期而受罚 11月我们就要开始来征收这个地价税 那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 大家都有准备收到这个缴费单 那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11月一定要记得去缴交地价税 那以免说因为这个忘记了缴交 那遭到这个相关的罚款 所以在这边如样要提醒所有的乡亲 我们一定要按时缴税 税务局再次强调 未收到税单的乡亲请紧述向税务局 或各乡镇市公所财政客申请补发税单 地价税如预期缴纳者 每逾三天最佳税额1%的支纳金 民众如果有问题欢迎利用免费的服务专线 0800-496-969 向本局或普里逐三分局来洽询 记者邱明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